周润发 这个名字对于人们来说 无疑是一个传奇 他是香港影坛的长青树 是无数影迷心中的偶像 是慈善家 亿万富翁 他的一举一动 都牵动着无数人的目光和情感 然而 就在今年7月份 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传遍了网络 周润发去世了 这个消息让无数人未知惊待 纷纷表示不敢相信 有人哀悼 有人怀念 有人质疑 有人调侃 各种声音充斥着网络 那么 周润发到底是不是真的死了呢 如果他真的死了 他的身后是又会如何呢 他是否有后代继承他的遗产呢 他是否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近日 周润发亲自出席了 第28届釜山国际电影节记者会 在韩国现身露面 这一幕让所有怀疑他死讯的人都大跌眼镜 原来周润发根本就没有死 那个传遍网络的消息只不过是一个乌龙而已 对于这个乌龙死讯 周润发对此并不气愤或激动 反而以幽默的方式以回应 他大趣道 有人传闻我已经一命呜呼 不过这种子虚乌有的消息 可不能让我操心 这种事儿每天都会发生 他还开起了玩笑 或许我可能在跑步的时候 突然离世 那样的话 总该不会有假消息了吧 从周润发的回应中可以看出 他对于生死看得很淡 他认为活在当下最重要 把握好每一天 他说 我不怕变老 也没什么害怕的事 这就是人生 有生就有死 这样的态度让人不得不佩服 除了乌龙死讯之外 还有一个关于周润发的消息 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他和妻子陈慧莲决定死后 要将身家近56亿港币全部捐出 这个数字让很多人择舌不已 近日 针对这一传言 周润发做出了回应 周润发说捐款 不是他要捐 而是他老婆陈慧莲决定捐的 其实他并不想捐 毕竟都是他辛苦赚的钱 至于总共身家有多少 周润发透露 只说自己每个月赚的钱都是老婆陈慧莲管理 自己不清楚具体捐了多少 因为妻子陈慧莲是周润发的经纪人 家里的财产都是在陈慧莲手里 周润发说到自己赚钱很辛苦 每个月只能拿零花钱时表情似乎有点委屈 但随后他又说 想想算了 反正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什么也没有 离开的时候也什么都带不走 都是身外物 就留给有需要的人吧 其实周润发说舍不得捐 虽然有点调侃 但却符合很多人对他的印象 把钱看得重 周润发的伯乐导演吴宇森 邀请周润发拍电影赤币 总投资将近六个亿 说好了是他主演 谁知灵开拍前一天 周润发突然说不演了 除非一次性支付500万美金的片酬 最后梁朝辉回来就吵 才让吴宇森得意给投资人交代 张艺谋拍满成近代黄金甲时 周润发要求剧组给他准备七个不同的房间 用来吃饭化妆休息 还要求给他配备一台 日租金高达5000元的房车 专门用来上厕所 周润发在剧组 还偷拍了一张巩俐的化妆照 在王菲和李亚彭的燕燃基金卖了 转手就赚318万 可以说周润发是身材有道 也擅长享受的一个人 他几十年的打拼 早已积累了丰厚的身价 和陈惠莲买了一亿多的豪宅住着 如今已经价值几十亿 对于这些财产 周润发多次表示要捐 在采访中表示 这些财产他也带不走 死后留给社会 周润发夫妻裸捐的事情 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夸赞和敬重 大家都佩服周润发夫妻的大意 但其实这大意人生的背后 却有很多无奈和心酸 周润发和陈惠莲结婚36年 一直是圈中模范福气 但两人一直没有孩子 他们并不是丁克 陈惠莲早年曾经怀过一个女儿 但胎儿却因为期待绕紧不幸胎死腹中 为此陈惠莲十分痛心 几年后才慢慢走出伤痛 爱妻心切的周润发 不愿意妻子再经历生孩子的痛楚 也是考虑到妻子的身体 所以两人一直没有生孩子 虽然没有自己的孩子 但他们的婚姻还是很美满的 他们虽然有数十亿身家 但私下生活却十分朴素 两夫妻可以窝在小店铺里庆祝生日 周润发在60岁之后 就迷上了爬山运动 有媒体一度报道过 他打算退休后去做爬山教练 但慢慢的也有网友开始发现 为何晚年一直坚持运动养生的周润发 反而老得那么快 一头花白的头发 满脸又长又深的皱纹 和越来越消瘦的身材 让网友感慨 过度运动 是不是反而会加快衰老 直到这次在韩国电影节上 周润发才透露 原来他换了糖尿病 现在每天只吃两碗米饭就足够了 有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饭 前段时间开始 外界开始传出周润发死讯 这种离谱的传闻 周润发对这个传闻的看法倒是很乐观 他还在韩国电影节上调侃 自己明天要在韩国爬山跑步 可能跑着跑着就死了 这样那些假新闻就不是假的了 周润发这次说的是 自己每个月只有几千元的零用钱 但之前陈慧莲却说过 周润发每个月只跟他拿800元港币的零花钱 用来雏行搭公交什么的 周润发自己也说了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家里有多少钱 他也只是每个月跟妻子拿零花钱而已 在香港的街头 周润发经常被拍到去坐地铁和公交 穿着人字拖走在街上和普通人看起来没什么差别 虽然如今身家数十亿 但周润发早年也经历过很长一段贫苦生活 虽然后来的他过上了很多人羡慕的奢侈生活 享受过各种各样奢迷的生活 但他觉得还是田园生活最舒服 人不是为了名合力 名牌和奢侈品的 关于周润发裸娟的事情 其实在几年前就开始传出来了 但这件事却一直带着争议 原因就是有网友觉得周润发这几年前 时不时拿裸娟仪式来博好感 但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做过什么慈善 更不确定他最后是否真的会捐出全部身价 不过周润发和陈慧莲 确实不止一次公开确认过 两人准备在百年之后会裸娟 把所有身家用作慈善用途 而且在这之前 陈慧莲也已经安顿好亲人 周润发则说过 支持太太的做法 反正他还是那句话 觉得万般带不走 不如留给社会上有需要的人 后来是鲁豫的采访里 鲁豫又谈起了关于裸娟的事情 周润发则说 自己哪有五十六亿那么多钱 还说自己也要生活的 在被问道 都打算裸娟了 还拍戏要酬劳吗 周润发则说 赚钱是规矩 从周润发的言语里可以看出 在裸娟这件事上 似乎太太陈慧莲 才是那个下定决心的人 不过网友对此颇有微词 毕竟说娟又没娟 还要死后 谁知道会不会有变化呢 成龙曾经也说 要死后裸娟 有了儿子房祖明之后 又改口说会慎重考虑 不过 在每次需要收回 处理出资的危机时候 成龙总是很积极地 捐款捐物 这次周润发再次回应 说是老婆陈慧莲的主意 自己是负荷者 只是舍不得 倒是很真诚真实 毕竟当年他这钱 确实来得也不易 周润发是香港一个贫困村落出生的 他的父亲因工作原因 长期不在家 而母亲则靠打零工来贴补家用 小时候经常靠一块咸菜头 配着猪油吃馒头 小小年纪弃学去洗车 被人明朝暗讽穷小子 直到进入娱乐圈 才开始改变贫穷的命运 和周润发的贫寒发家史不同 妻子陈慧莲父亲陈守林 是新加坡富商 出身不一样 眼界心胸也不一样 周润发舍不得的 陈慧莲不会看在眼里 而周润发宠妻 对于陈慧莲捐款的决定 他不会阻止 何况他们也没有后代 深厚的财产留着也没意义 其实当年陈慧莲曾经有个孩子 但在预产期前一周 胎儿不幸夭折 这让陈慧莲痛苦不已 又愧疚又自责 花了七年时间 他才走出失去孩子的痛苦 为了让老婆不再遭受生育的苦楚 周润发和妻子商量两个人选择丁克 不再要孩子 他们从此把对方视为唯一 周润发陪妻子去菜市场买菜 带他一起参加活动 一起携手旅游 三零年来 每年陈慧莲的生日 他都会准备礼物 买花回家 给他制造小惊喜 喜欢吃蟹 他就去菜市场买来亲自烹饪 他这样形容妻子陈慧莲 太太就像我的一面镜子 忘到他就好像忘到自己 同他结婚这么多年 我俩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 甚至最多都没有分开过几个钟头 他们没有孩子 就领养了十几个孤儿 救助流浪的动物 对于财产 如今的周润发也已经看淡 他说 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最终什么都带不走 我觉得什么都不带走也没关系 周润发也澄清 自己并没有中风住院 只是有糖尿病 所以有时候只吃一餐饭 每天只需要两碗白米饭就足够了 也花不了太多钱 钱财对于他早已失去了追逐的意义 确实 奋斗半生 当初追逐的东西早已变了 渴求的东西也在变化 不管外界说周润发如何耍大牌 如何抠门 至少在爱气 尊重妻子这方面 周润发是个好男人 至于裸娟的事情 或许发哥说的对 确实是妻子的意愿 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人生得意之己 相濡以沫一生 就已经足够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订阅